先上海人先上海人 来先送一波小星星 没有送小星星 那咱们送一波小星星 送一波小星星 没有转移话题 先上海人上海人上海人 黑桃晚上好 黑桃是谁 不认识啊 不认识黑桃 先自我开场 桃可以助我考试考应他 祝你挂科男 欢迎罗罗 欢迎啥都赶不上 欢迎欢迎欢迎 不是 什么东西 我怎么了 上上人 上上人 这年就会好过 国考啊 国考好像一年还是几年就一次吧 没有送过小星星的 咱们送一波小 就是我还 还有好多人没有送小星星的 送一个小星星呗 送一个小星星呗 就送一个小星星 咱们把数据做一做 数据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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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咱们先把数据做一做 数据做一做 我说挂科男 就是不挂科的意思 祝你逢考必过 祝你上岸 其实上岸不太好 因为以前总有一句话 叫什么 上岸第一见 仙斩一中人 今天好想听一首 非常温柔 非常温柔的歌 是什么歌呢 你不能想听温柔的 你不能想听一首温柔的三字舞吧 恭喜伸手 我才醒醒11岁了 恭喜恭喜 我这害怕你给我来一句 陶 你能不能给我唱一首温柔的三字舞 那我应该怎么唱 啦啦啦啦啦啦啦 粉红的山子飞舞 温柔吗 别把别把我开玩笑的 怎么了 谢谢燕燕 谢谢燕的比心 没有送小星星的 咱们送一拨小星星 没有送小星星的 咱们送一拨小星星 我们还有好多 榜上还有好多挂零的 还有好多挂零的 榜上还有好多挂零的 咱们送一拨小星星吧 也不用 也不多送 送一个小星星 送一个小星星 咱们做一拨数据好不好 咱们做一拨数据 做一拨数据 恭喜陆丽丽六岁了 恭喜恭喜 咱们送一拨小星星 送一拨小星星 送一拨小星星 咱们把数据做一拨 好不好 数据做一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哈 先做一做,先做一做 请问张哥论文到底应该怎么写 呃,这样 温柔的叹,叹温柔不了啊,叹怎么温柔 一往一往都一往,随我的血绸摇晃 谢谢悟渡开通的年费会员,感谢 你换个问题,试试,什么问题 换个什么问题 换个啥子问题 怎么刷一波,感谢会员呗 这个表情做了,咱们刷一波呗,刷一波呗,感谢会员,谢谢谢谢 你换个啥子爱的表现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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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还有好多同学没有说小猩猩的,咱们送一波小猩猩吧 好不好,送一波小猩猩,送一波小猩猩 榜上还有好多同学没有说小猩猩的,咱们送一波小猩猩呗 送一波小猩猩,小猩猩,小猩猩,我就要一个小猩猩 我就要,就要一个小猩猩 你这一说话,我就暴露你是谁了吗,咱说 咱就要一个小猩猩,就要一个小猩猩 哦 就说四可行了,多了多了,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啊 送了送,没有送的朋友,送一送,没有朋友的,没有送小猩猩的朋友,送一送送一送啊 做个数据,发个福袋吧,发个福袋吧 那我来看看,是谁要表述我呢,有一个小猩猩 那我来看,都要有没有送一送书 那我来看,那小猩猩猩猩就要早就要了 大猩猩猩猩猩 也快吵了 我那个小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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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的朋友 然后,我来看,我看了自己的朋友是谁 来 做个数据做个数据 一人一个小星星 一人一个小星星 上场人 公主请点赞 公主请点赞 咱们点赞 送完小星星 咱们就点点赞 好不好 点点赞 哇 这个榜上还有好多好多 没有送小星星的 我看 为什么没有送小星星呢 小星星是啥 箭头 不是小星星吗 我要做个表情 无情的大雪 摧毁了我的家园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星星 让我重铸家园 可以吗 好心的人 可以给我一个小星星吗 我不会撒娇 谁会撒娇 恭喜 恭喜 快快和堂堂 一百八十八天 恭喜 还好多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这边能看到 还有好多没有给我小星星的 好心的人 可以给我一颗小星星吗 可以吗 我们做做数据 好不好 我们就因为今天是 快快和堂堂一百八十八天 我们需要很多个小星星 然后变成一个大星星 祝他们一百八十八天快乐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小星星吗 谢谢雾都的一百三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小星星 谢谢 直播间几百个人 丢到了两千个人 我都想去搞一个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 送一个小星星 就是一个星星 砸脸上的那个东西 人家 人家就靠这个直播间 数据就做起来了 祝富佳姑娘 一百六十五天快乐 所以大家的每一个小星星 真的真的对我来说 都很重要 真的都很重要 有吗 怎么弄的 就是每天我们进直播间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问大家 要蹬牌 然后如果说 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直播间才两百多个人 如果两百多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都给我一个小星星的话 他就是 他的数据就特别好看 他这个数据就特别的好看 就是属于说是 这两百个人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星星 就是两百个付费转化 对于对于抖音后台来说 这个数据就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其次就是看点赞 其实就是看点赞 对就百分之百 不算不算 就是每一个在房间的人 给一个小星星给我 如果因为这个数据越做越好 然后抖音给的流量就会越来越好 大家明白吗 所以辛苦大家 第一天快乐 第一天快乐 做个数据 大家一人一个小星星 一人一个小星星 感谢啊 感谢啊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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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嗯 就是每天坚持坐一坐 坚持坐一坐 然后抖音给你的推流 在那个流量池就会越来越好 包括我们去打野 匹配的人也会越来越好 大家明白吧 张哥你看我前面那句话了不 哪哪一句呀 我没看到 要不你再发一遍呢 我没看到 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欢迎你们哈 欢迎你们 一人一个小星星 仔仔明天就出道啊 快快是 快快和堂堂 今年是520入团 对 现在在做小星星的任务啊 在做小星星 520那天 看你的拍 520到现在是 188天吗 520好啊 充满爱的日子 做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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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有送过小星星的 咱们一人送一个小星星 好不好 应该还有几十个人 没有送小星星 还有几十个人 没有做小星星 520我生日 那隔远了 不然我高低再祝你生日快乐 送一个小花花 可以的 不管你们送什么礼物 送最小的就可以了 因为不是说 让大家刷多少票 不是的 就是主要是 主要是 你们进房间的 第一个小星星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进房间的 第一个小星星 刷给我 他付费转换 他只看转换的 他不看别的 就是一个小星星 可能就跟一个萝卜 是一个概念 就是你们进房间的 这个前三十分钟 特别特别重要 对 就是助力人数 助力人数 所以大家能送的 咱们送一送 好不好 能送的咱们送一送 如果咱们今天 今天刷到了 陶老师的情感解答视频 别刷到了 麻烦二窗 二窗主把那个视频 给他删了好不好 求你们了 感情这个玩意太难了 不是感情这个东西太难了 做做数据 还有好多人 还有 应该还有 二三十个同学 没有送小星星啊 今晚要开解吗 今天 今天其实也不一定要开解的 你快谢谢 我送了你四个萝卜 谢谢你啊 劝离的那个视频 我没有劝大家离 我那个视频是劝大家好好的 劝大家珍惜眼前人 不过 不过说真的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句话 我昨天晚上刷的一个视频 就刚好跟你们讲完那个之后 那个视频 有一句话蛮触动我的 就是 如果你早知道没有结果 那你遇到这个人 到底是算惩罚还是算奖赏 就是你要 你本来就知道这个人 他在某一个地方会下车 你知道他会走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算惩罚 还是算奖励 我昨天刚把前男友埋了 那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把BGM换成这个 你说你最爱顶香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他 多么犹豫的话 多愁善感的人啊 就是咱冒昧的问一下 不是 其实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我想了很久 到底算奖励还是算惩罚呢 应该算成长 我觉得很多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啊 他都只是出现为了给你上一课 然后就匆匆离开 过程很重要 其实花开注定会花落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花就不开了 你这句话特别的有哲理 特别的有哲理 我讲过的花 却躲不过风吹雨打 飘啊摇啊的一生 我放副歌啊 这个就是跟那个前男友埋那个一样 那分钱太满鲜花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不开硬给他掰开 也不太好吧 你就想到之前有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什么 人家说强扭的瓜不甜 那没关系 我赞堂词 我跟你们讲 今天我有收到投稿 我这个说了这么久 说了这么这么久 我第一次收到了情感电台的投稿 家人们 我第一次收到了情感电台的投稿 哎 我本来想把这个东西放在最后的 但是我憋不住 但是我憋不住 我想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是匿名好吧 应该是匿名吧 应该不让说 把这个故事呢浅浅的来投给 就是读给大家听一听 没有 我也想投 欢迎投稿 欢迎投稿 我本来是想 就是咱们节目的最后 就是直播的最后 给大家来做这个情感电台分析的 然后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条投稿 情感电台投稿 我一定要先给大家读出来 读完了咱们再还歌 你敲桌子 这听出来了 来给大家读一读啊 读一读啊 然后 陶 你好 我来投稿 放个BGM 我是一个年纪还有点大的陶子 在三年前 结束了一段 八年的感情 起初呢 是因为一些现实问题 我的家长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努力了八年 中间有过甜蜜和幸福 也有过好起来的迹象 但是最终 还是遭遇到了背叛和欺骗 在最后的相处中 变得易怒 猜忌 甚至还有一些 尖酸刻薄 这都不是我原来的样子了 所以终止了 就是第一段 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父母让你们在一起的人 你们就是不一定要在一起 就是父母 父母就是说 就是父母给你们介绍的人 他给你们安排了婚姻 你们不一定是要在一起的 知道吧 但是父母觉得这个人不行 就真的不要跟他在一起 父母绝对比你看人要看得准 直播间能不能一直开 不能开 不能开 所以 所以怎么说呢 多听听父母的话吧 这个世界上 对你们最好的一定是你们的爸妈 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超过你们的父母对你好的 不会的 真的 恭喜偏偏九岁了 好 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读 接着往下读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已经不难过了 就是想和直播间的家人们 分享一些观点 重点来了 人家八年感情分析的 就是八年感情分析出来的经验 好好听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磨合的过程 觉得自己逐渐变得不像原来的自己 甚至让自己讨厌自己 那么就请停止这一段关系 你这个不是劝和的呀 这段话也是劝分的 成熟啊 啊 啊 那我还往下读吗 成熟啊 没关系啊 然后 然后还有一段 人生呢 就是一场 大型的 RPG游戏 无论遭遇了什么 都只是在累积经验 恋爱的失败 工作的挫折 都是在增加经验 这把游戏一定会打好 打通关的 呃 没了 明天你 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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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了 别理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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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这段感情是不说父母 就是父母是不赞同这个感情的 所以 其实你们两个人能坚持 一定是互相喜欢的 甚至是 呃 甚至可能是我觉得 因为自己年少吧 就是 呃 感情问题一粒旋风 但是有一些人 就像我开始讲的 就是 最终的终点是下车 那么到底是奖赏还是 惩罚 我觉得 这八年应该教会了你挺多东西的 你在下一份感情 你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人 你下一段感情 应该会听你父母的话了 对吧 你应该不会再找一个 跟这个男朋友 或者说这个前男友 一样的 就是会有一样的 那个问题的 就像可能有一些人 喜欢那种儿子类型的男朋友 他找了一个 他应该不会找第二个 当然也不一定了 当然也不一定了 这种成长太痛了 能不经历就不要经历 成本太沉重了 我觉得 成长 不管是痛苦的 还是快乐的 都是成长 对吧 然后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觉得 谈恋爱 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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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谈恋爱呢 不能谈太久 我觉得谈恋爱不能谈太久 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三年四年 你们两个没有结婚的念头 我是个人观点 个人观点 我觉得就不要 我觉得就不要继续了 因为就不会结婚了 你谈过了吗 不是 我也是个男 我也是个男的 我也是个男的 你想说什么 你想咨询什么样的情感问题 再说 我也是个男的 我当然也有谈过恋爱 我又不是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他老婆是谈了 应该有十多年 就是七枚竹马那种 这个男生这辈子只谈了他老婆这一个女朋友 他老婆这辈子也只谈了他男朋友 他老公这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他们也挺幸福的 然后他们 就是基本上两个人现在也过得挺好 那个我新来的墨涛老师 啥时候变成情感主播了 我百变的 有个男孩子追了我九年 我就冒昧的问一下 这个男孩子九年 他有找过女朋友吗 和男朋友谈了十年 已经不想结婚了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 谈了九年 谈了十年 两个人其实跟结婚 结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吧 现在是你们十年应该是已经住在一起了吧 对不对 其实跟结婚区别也不大吧 就是差了一张证 对吧 追了你九年 然后他还途中没有找过男朋友 没有找过女朋友 那所以我想想啊 追了你九年 途中没有找过女朋友 那是为什么九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捂热你的心呢 但是他今年结婚了 那就是他有找女朋友吗 但是他没有让你知道吗 哎呀 他这九年一直在想 如果我找不到更好的 我就去暖化他 在我分手的时候 我就去找你聊一聊 看能不能在一起 你没看懂吗 没有散婚这一说的 没有散婚这一说的 散婚只有什么情况会散婚 我告诉你 散婚只有一个 你分开一段很长的恋情 然后很失落 很难过 立马 立马遇到另外一个 你觉得 嗯 还不错 合适 就会散婚 不会因为人家追了你九年突然就散婚 不会的 散婚一定是有原因的 王姐这个情况 王姐的情况 其实应该也算是我刚刚说的其中一种 是吧 王姐 我来 等下我 莫桃家姐姐感情还好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再说 她是相亲认识的女孩子 六个月就结婚了 也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她 一直很喜欢你 然后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还不错的 然后两个人聊得来 觉得可能你没有希望了 觉得可能你没有希望了 然后 跟谁过都是过 不如就随便找一个人结婚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情况也有 相亲认识35个小时后结婚 离婚的官司打了三年 你这个有点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 你 你这个有你这个有点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 我开连线你们也不敢上来 我开我开来来来 我开连线 然后把我什么方式都删了 结婚也没请我去 不是请你去干嘛 请你去唱一首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是这样吗 是过去唱嘉宾啊 我能不能给你们开 我能不能给你们开匿名连线 我看一下 我看能不能给你们开匿名连线 你们你们自己能选吗 自己能选那个匿名连线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啊 能吗 能吗 我靠这么多 这么多有情感问题的咱说 好好好 你好 是我吗 是你是你同学 请问情感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情感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已经离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咱说 暂时没有问题吧 我现在主要就是在享受这个云阳仔仔的过程 你自己没有仔吗 我自己的仔仔有啊 但是是个女孩嘛 你不是男孩吗 现在儿女双全了是吧 是的呢 我怎么觉得你占我便宜呢 不算吧 不算吗 不是我解决 我解决情感问题 不是解决你 不是解决你这个儿女的问题的 这个情感问题 你不是昨天都已经解决掉了吗 已经离了呀 昨天我劝的呀 今天离了呀 昨天你劝的五年前离的 我吓我一跳一 我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 我都说了不要离不要离 给我一年的机会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就是这个感情方面 这个有没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能不解就不解 能不要拉就不要拉 啊 哎不不不 我觉得你这个不太对 我觉得你这个不太对 你不能因为 你不能因为就是遇到了一次不好的人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了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哦那不是的 就是恋爱的过程还是很幸福的 就是尽量多谈恋爱不结婚 那有点差呀 有句话叫做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哦那好吧 那我就是女流氓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会找到的就是会找到自己就是契合的那个人一定会有一个就像一定会有一个很懂你很懂你的人还是会有这种想 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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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 我现在只谈恋爱不提结婚 好好好啊那谢谢谢谢谢谢就这样了啊拜拜我给你挂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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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感谢您的分享啊 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 对对妈妈爱你哦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哎呀 我天这么近 我叫 你不叫唱歌了 我要不还是教你们唱歌吧 我感觉情感问题对我来说太高深了 我觉得情感问题对我太高深了 要不我还是教你们唱歌吧 不是我还是觉得哈 就是我们可能确实会遇到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遇到没那么合适的人 人生慢慢几十年 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失忆 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失忆 去放弃整片森林 对吧 是不是 啊 你把我拽上来干什么 你上来干什么 你有什么情感问题 你为什么这样 我没拽你啊 你有什么情感问题 你的管理拽 哦 就是那那我给你抱下去了 我估计你应该没有什么情感问题 恋爱估计都没谈过几次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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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来有有什么问题吗 咱说 你 就是你的问题该不会是怎么脱单吧 不不不 我想说嗯 你说一个结婚的优点 你在讲这个事 结婚的优点 多一个证能加学分 我毕业了 呃 你结婚你就有对象了 我不结婚也可以有对象 你不结婚也能有对象 你真傻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听出来了 沐鱼骂的挺脏的 什么意思 你骂我 你没有过对象吗 嗯啊 你没有过对象吗 你没有过对象 你 我有过呀 你有过那你结了吗 他怎么下去了 他怎么下去了 不他妈干了 这晚饭我吃不了 干不了了 不干了 我恰我气死了 不他妈干了 我今天这个连线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吧 还有两个我连一下 嗯 哈喽 啥 咱情感方面有问题吗 咱说 我没有问题 你咋把我拎上来的 我不知道 我看你申请了呀 我刚才就试了一下 我没有情感问题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难的不是必须品 有没有都行 好行 谢谢你 拜拜 对不对 我没说完呢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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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结过婚的话 你还是可以结一下 毕竟你只有结了婚才知道结婚没有用 好 还有吗 就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咱结过了吗 没有啊 那你没结过 你咋知道结婚没有用呢 我不是 我不是没看着那个能让我试试到底有没有用的人吗 那你这是没遇到 我现在觉得 如果要是有男生跟我微信聊天 我觉得他要打扰 哎哎哎 不能不能不能提那两个字 不能提 啊 打扰我看你直播 啊 别别别别 有有合适的男 有合适的男生 还是要多跟他聊聊天 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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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 他说话 我都不想回答 我就觉得他说话都是影响我 打扰我看小叔 他有的工作还不如看看你直播 还挺开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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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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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用客气 啊行 那我给你抱下去了啊 啊 谢谢 哎 谢谢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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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感受还是该开心啊 咱说 我我还是就是挺认真的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 我希望你们你们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我我真的就是 尽管我是吃这碗饭的 我也希望我的直播就有好多好多个人 就是我真的我希望我直播就有好多好多个人 每天有好多好多人来看我直播 但是呢 但是呢我更希望就是大家能有自己的生活不管是自己的感情啊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说呃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动其他的东西吧就是我我我我我不想去影响到你们的就是你想要你的姐夫们也来看你直播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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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我我我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我希望啊我希望就是我只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器我我我不希望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就是占用到你们生活里面太多的位置啊我我我我不希望占用到你们生活里太多的位置啊就是你们可以因为我开心但是不能只因为我开心好不好嗯 呃呃呃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后面的朋友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觉得结婚好的结婚 有有没有觉得结婚好你们觉得结婚好的你们扣个1好不好 你觉得结婚好的你扣个1结婚不你们要觉得都觉得结婚不好我就把这个连线给他关了啊 你看还是有挺多的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 结婚好 怎么没有 卖上怎么没有结婚好的呢 再说 来我一个个来 现在这个 奏和同学 你好 我先问问 咱觉得结婚这个事好吗 你先别结婚了 我吵架了 我找你了 你吵架了 找我了 不是你说清楚 你说清楚 为什么吵架 应该跟我没关系吧 跟你没关系 我只是有一种解释 该不该分手 在冷战呢 冷战 你说说呢 我跟你说 因为我谈了男朋友也不久 谈了那么两三个月 还没有三个月呢 然后我们离的 就是说也不是很远 但是说来回坐车的话 也要开一个小时 他周末之前 他跟我说 他周末休息 他过来给我做饭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平常 就是他属于工作比较忙的 他就不怎么找我聊天 然后也没在意 然后他本来准备 星期天过来 不是说给我做饭吗 就是周六晚上就过来 然后周四跟我说的 周六一天 他今天没有给我发一句消息 那他不方便吧 你得理解他 然后我下班 那天晚上 我七点钟下了班 八点钟到这边 坐着玩轻轨过来嘛 我给他发消息 我问他你在哪 他告诉我 他在楼下等着我 我说你过来了 为什么没有给我发消息 然后也不跟我说 我晚上是不准备做饭的 因为做了饭 就九点多钟 太晚了嘛 明天又是个找吧 然后我就没拟他 他就跑过来 他又问我在外面在哪吃 他屁点屁点跑过来 他跑过来之后 我想着他大老远 不是开过来了吗 然后我还是拟他了 我们去点了个饭 然后我去买了杯奶茶回来 结果那家店 我跟他去 吃过很多很多次 我不吃香菜 他没跟老板说 里面放了一堆香菜 我没拟他 吃完饭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 我把他关外面了 你为什么不吃香菜 我本来就不吃香菜 不吃香菜新人好不好 然后 然后他扭头就走掉了 我跟你说 扭头就走了 他还有脾气了 然后我把他关外面了 然后过了一分钟 我就开门 外面鬼影子都没有 呃 这个这个 然后您接着说 您这样说 然后过了很久很久 过了一两个小时吧 他跟我发消息 他说我错了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是一直重复那句话 我错了 对不起 没有任何的行动 以及表示以前 他如果我生气的时候 跟他说过 我说 我是需要哄的 如果你不在我气头的时候哄我 然后我就自己 我冷静下来了 我就觉得没有你存在的必要了 我就会给你提分手 我上次就跟他说过一次了 他这次还是这样干 那我就给他提分手了 现在还在冷战当中 这个冷战是你不理他 还是他不理你 还是互相都不理 他给我发一句消息 我回他一句 然后过很久 我们今天说了一句话 你过你回他一句 然后过很久 他都不理你是吗 过很久 然后他也不回 然后过 然后再过 他还敢不回你呀 今天早上 不对 他昨晚上 他昨晚上跟我说 说我不理他 他说我跟你说 我错了 你也不理我 也不过我台阶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说跟你说过嘛 女孩子需要哄的 而且本来人就是你热生气的 难道不是应该你哄好吗 他就跟我回了句 那我跟你说我错了 你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 然后你也不给我台阶下 那我就算给你发红包 给你买花 你也不会高兴 你也不会收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收不收是其次 你做不做是你的事 你没有这个动作 是另外一个 就这简单的几句话 说了两天 我觉得哈 这个东西 这个男生 如果就是如果说 真的是现实 比较老实的那种男生 就平时也不爱出去玩 我觉得是能理解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但是我不知道你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男孩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干工地的 而且 哎呀妈你听得分 我分吧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 大家哎哎哎哎 别别别别 别人家说 宁猜一座庙 不毁一桩分 不毁一桩婚 不毁一桩婚 讲什么 哎哎 别啊别啊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工地更乱 但是我我是觉得哈 就是我跟你说几个点 我觉得男孩子一天 一条星期都没有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就是我站在男孩子 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不管是做什么 你没有不会忙到这个程度 就是我反正是忙不到这个程度的 就是不可能一天 就是消失到一条星期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然后第二点 就是但是我觉得你把它关在门外 确实有点不太好 这个是你你做的不太对的地方 我觉得确实挺露面子的 你说一个男人 你给他关在门外干嘛 就是他他怎么进来呢 总不能在门口给你下跪吧 对吧 这要换我我也走了 然后然后就是像你说的 他不哄你 不哄你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他不在乎你 不想哄你 第二个就是这个男生真的很老实 但是其实你要说他很老实的话 我觉得也说也说不通 因为他知道买花和发红包这个动作 我我所以我我我觉得 然后你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你们平时平时的这个相处啊 我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就是舒不舒服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男生 我觉得男生是要会低头的 如果我听你的性格应该是比较 就是比较嗯 你应该是不会跟男孩子低头的 对吧 或者说很低头 我或者说很少低头 在我面前下跪我都不会低头 下跪有点过了 这下跪的男人也要不得 能给你下跪 他这种人就 我我觉得一个男人能给 能给能给能给人家下跪 我觉得这种男人也要我的 没有尊严没有骨气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好说回你这个 我是觉得嗯 反正就分析 就这么个分析 然后具体 我觉得你也不要去冲动 说大家都说分分手啊 或者什么 其实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感受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对吧 呃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他不在乎你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好好聊一聊 就是说呃 如果下一次这样 你应该怎么去哄我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 聊过一次了 我感觉 如果聊了很多次还改不了 那就是说明他真的很呆 或者他真的不喜欢你 就是因为聊过一次 所以我这是我才会想着提分手 然后现在就感觉 平常想着也还好 就是惹生气的时候 就是像真的这样子 冷淡出你 我就有点很不高兴 我就在纠结想分手 因为也没谈多久 呃 怎么说呢 你们是他追的你 还是你追的他呀 相亲认识的 他算他追的我吧 他追的你 然后现在是 你们是有打算结婚吗 嗯 还没有 我谈恋爱还没有超过三个月呢 刚好在最要快满三个月的时候 吵得家 因为相亲其实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吧 然后确实像公平说的 你们两个性格 不是那么的合适 但是不是劝你们分啊 因为性格不合 其实是可以调解的 性格不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是可以调解的 如果 但是如果数次 如果 你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分的 如果说你聊了很多次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分 不是他不为你改变 是你因为你忍不了这个事情 你忍不了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够喜欢他 你能够去克服自己 你可以去接受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也可以在一起 好的 好 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好 那我给你断了哈 自己好好想一想 拜拜 拜拜 不是大家 不就别 别就是都拱火了 本来人家就在气头上 就是你们知道吧 就本来他就在气头上 我觉得 令 就是 结婚是一件 特别慎重的事情 就是 但是谈恋爱也是 谈恋爱也是 咱们的观点 令会一座庙 不猜一庄婚 求你们了 别分了 我都不敢连了 一会儿明天 一会儿明天 我一开播 那公屏刷一牌 吵 我分了 吵 我离了 我真 孵了 但是我觉得 还是那样吧 就是刚刚聊到的 这个其实 有一个矛盾点 大家都 都不喜欢渣男 对吧 你们 喜欢渣男的扣一 不喜欢渣男的扣二 来我看一看 喜欢渣男的扣一 不喜欢渣男的扣二 谁喜欢渣男啊 我跟你说 小熊 是这样的 女孩子一定是喜欢渣男的 渣男之所以渣 是因为他够体贴 够温柔 够大方 够帅气 如果他 如果他没有这些属性 他当不了渣男 对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女孩子 一定是喜欢渣男的 那 那 你想想 如果一个男孩子 他又不会哄你 又不会说好听的话 是吧 他又 他又成天 你跟他说一句 我想你了 他说 嗯 我吃饭了 你说这种人 你能跟他在一起吗 你跟他 你跟他派一个天空 哇 今天天空好美 哇 你那里居然没下雨 你说你跟 你跟这样的男生 你说你 你在一起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 其实我觉得 谈恋爱这个事情 就是谈恋爱跟渣男谈 但是结婚的时候 你应该更多的去考虑 呃 不应该是他怎么 不不去哄你 应该是考虑你们两个 够不够合适 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 一定要门当户对 一定要门当户对 这个门当户对 不是说经济啊 是你们的三观 你们的 呃 就是你们的三观吧 就是价值观啊 世界观啊 这些东西 就我觉得一定 一定得匹配 不是说你们两个 家境要一样 但是你们看东西的 方式得一样 不能说 哇 我今天买一瓶洗发水 一百块钱 另外一半 你怎么这么败家 这个日子就过不下去 这个日子就过不下去 又或者是这个这个男生说 我一定 我一定要上进 我一定要努力 另外一个说 你干嘛 你都没有时间陪我 这两个人也过不下去啊 情绪稳定很重要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也 对也不全对吧 我就是那种情绪 不太稳定的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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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哎呀 我应该这么说 算了不说了 安全感这东西是 就像刚刚刚刚那个同学啊 我觉得他也没有安全感吧 但但是我觉得啊 刚刚那个同学 你没有很喜欢那个男生 你绝对没有很喜欢那个男生 哇 一个男生一整天消失 你不会闹 我想不明白 我真的想不明白 要是我谈恋爱 我消失一整天 我的另一半 不闹 我自己都会想一想 为什么不闹 是不是你也在玩 为什么闹 你喜欢的人 你一天找不到他人呢 他没有跟你报备 他失踪了 他会不会跟别 他会不会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 他会不会跟别的女孩子出去玩了 他晚上会不会跟别的女孩子睡在一起 这些事情你们不会想吗 没关系 我也跟别的男孩玩 所以说你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明 他没有那么重要 他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另外一半没有那么重要 我是觉得突然消失 不太好 我们连下一位同学 这个小信男 这个比较久了 很顺序来 哈喽同学你好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不是 那我只会让我失了体面 没有让你在外面闹 你得跟他 你得跟他 你得去叫这个汁 你得叫这个汁 不管他是找了理由 还是找了什么来 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你的声 你说没开卖啊 你说没开卖啊 陶找出了新的水事上的办法 我没有 我真的在 我真的在很 很认真地跟你们分析情感问题 我真的很认真在跟你们分析情感问题 听了陶的一席话 我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 这婚要离 别啊姐姐 求你了 别别别 别别 别整理 我就是 以后答案做情感 偶尔玩一玩 那没事 我给你挂了 你一会再申请 我一会再给你弄上来 好不好 我先给你 听不到 听不到 你没事 你没事 我也要分 你都没有我的灯牌 你分了跟我没关系 结婚的好处就是合法的解决生理需求 你这个话呢 我 好 那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好 这下一个是 禁忌明天摇丧斑斑 哈喽 哈喽 能听见吗 哎 能听见 能听见 那个我想说 你是不是 嗯 眼型 眼神不太好 我跟你讲的是三个月以前 不是三年以前 我说说的三三个月前 你说的是三年前 没有不抱你 我没看到你 姐姐 我都没看到你 我说的三个月吧 三年 你问问他们 好好好 那就是嘴嫖了 那就是嘴嫖了 就是咱 咱还有什么情感方面的问题吗 呃 没有 因为我马上交有新的男朋友了 你看 你看 好 那我给你抱下去了 拜拜 哦 好的姐姐爱你 她马上就有新的男朋友了 她 她给我发了那么深情的一段话 她给我发了那么深情的一段话 我我还在想着 今天晚上我应该怎么安 怎么安慰她 哇 这个 你看看那个 那个话 越来越变得不像自己 自己讨厌自己 人生 这么挫着 然后她上来跟我说了一句 我马上就有新的男朋友了呀 我又不难过 我又不难过 我马上有新的男朋友了 我 我真浮雨啊 我真浮了 啊 虽然这句话不太正能量啊 但是 有句话叫什么 只 只要 只要不停换 快乐就不断 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啊 刚刚那句话 不要剪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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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喽 怎么卖币了呢 他怎么自己给自己卖币了 哈喽 啊 叫我 啊 有什么情感方面的问题呢 再说 我没给他币 他自己币的 是刚刚那个追了你九连的那个男生吗 啊 你说你说了 不是啊 刚才谁说的 让你把你身边单身的哥哥介绍给我 啊 这是要比你聪明的 我身边没有比我聪明的 你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是 哎 怎么 这不是今天是情感主题 你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跑偏了 跑偏了啊 那你有什么情感问题啊 我们交流交流 我没有什么情感问题 无忧无虑 我三岁我有什么情感问题 哈哈哈哈 我怕我情感问题解决不了 没事你说说看 说哪一个呢 说哪一个 说哪一个 你活得真透彻啊 咱说 这就活得太透彻了吧 你说说看 来来来 说说看 你挑一个说呢 咱说 嗯 挑一个 哎呀 这 这 这都不好挑 好像每一个都挺复杂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 这个可能超过我这个能力范畴了 那要不挑个简单一点的呢 咱说 呃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 啊 啊 不是情感主题 哎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就孵了 哈哈 哈哈 干什么 你吵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吵了 呃啊 啊 没有没有情 情感主题 情感主题 不是啊 你的情感问题 我没有情感问题 我没有情感问题 嗯 嗯 呵呵呵 呃 呃 啊 妈 你给我脸色红了 我孵了 哈哈 咱咱有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 要没有我就给你挂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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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好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不要上来了我啊 我服了 我是给你们解决情感问题的 我的心空 这个谢谢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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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服了呀 呃 呃 呃 我我我没慌 我没慌 我没慌 我慌什么 我没慌 好好好 哎 小金蓝同学 这回应该有事了吧 哈喽哈喽 可以听到了吗 哎能听到 能听到 能听到 啊能听到 好吧 还得几个号 哎 好 您您说呢 嗯 你为什么 给我向金枪 等会 哎 没事 您说呗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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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是 我情感上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困扰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 也算是跟感情相关 主要就是 我觉得就是对于结婚和生孩子这个事情 我有点恐惧 就是恐惧很多年了 就是可以说到一种排斥的地步 就是我不 我我很喜欢谈恋爱 我也有很稳定的感情 但是 嗯 上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 嗯 很排斥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结婚生孩子呀 哈哈 啊 不是 大家 大家聊这个 谈恋爱呀 分手吵架 我好歹经历过 你跟我来个生孩子 我 我 不是 那你就换位一下嘛 假如说你的女朋友 然后呢 你在相处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要走到结婚生孩子这一步 对吧 那但是你的女朋友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就 跟你说 他会对这个结婚的事情 就是有点 恐惧 然后或者是生孩子的事情 就是 不要排斥 你 你 你会怎么说呢 那就不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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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是家里肚子啊 那抱一个 哈哈 哈哈 不是你家的也行 是活的就行 哈哈 哈哈 唉 我真的 嗯 咱还有什么问题吗 咱说 天啊 啊 不是 你这个问题 有点超刚了 真的 你有点超刚了 哪里超刚了 你们看下面的姐姐啊 我 我 我 你也在情感范畴 我 好好好 我把连线关了啊 哎 等一下哎 等一下 我怎么连线关了 你也下去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点错了 我点错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点错了 我点错了 那 那既然 点错了 咱们就 今天到这吧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别搞情感主题啦 我不玩啦 我错啦 我干不了情感主播 我干不了 我干不了 我干不了情感主播 我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我不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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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可以 我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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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不不不 我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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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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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错了 我就不应 我呢就不应该有这个做情感主播这个念头 我对不起大家 我对不起大家 我要再联系 不不不不我解决不了 我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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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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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哎呀 我解决不了 我想吊大歌 我刚准备说两句准备关了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我解决不了 我解决不了 分完了吗 不是分完了是什么意思 分完了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咱们家 别别别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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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剥一身汗呢 我都服了 你可以 再给你一天时间 我干不了 我真干不了 谈恋爱要找桃子谈 但是结婚得找大哥 做过日子踏实 不其实我觉得 我我这种男生 过日子也挺好过的 我多节约呀 是不是我多节约呀 找我这样的过日子 咱不行吗 我我说我我 我这种人是不是 是不是特别会过日子 杨仔就选桃桃 不是什么意思 咱现在上来我还得叫做妈呗 我快离婚了 但我有问题要问 你你不行 你打公平呢 再说 我不开连线了 我还不赢你们 我错了 我不开连线了 我不开连线了 我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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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 要哭了 我想结婚了 也有问题想问 我要谈恋爱了 我想 大家放过我吧 我干不了 就是咱咱干不了 干不了 吃不了这碗饭 吃不了这碗饭 婚以离 现在是云阳仔的阶段 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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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不过 买不过 我错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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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今天 今天歌还没还呢 今天歌还没还 你们知道吧 今天还好多歌没唱 就大家 今天 今天白天有上票 咱们歌都没唱 对不对 大家是很想听歌的 我们一个个的叫 等一下 我们把还歌这个项目先做了 等一下 不用还了 不行 你说这话 这人家上票的都没说 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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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歌表的 还歌表的 谁来给我发个 还歌表 我叫上票的 说不是 没有 一个个分 不是那个 还歌表 能不能再发我一份的 谁能发我一份 谁能发我一份 发我一份 发我一份 看到了 看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不开了 不开了 哇 今天有好多歌要还 今天有好多歌要还 这个匿名点了一首姐姐 什么意思 这个匿名点了一首姐姐 什么意思 匿名在吗 好 匿名估计就 匿名估计不在 那么星河与他皆温柔 在吗 星河与他皆温柔 在吗 我在准备环境中 你想听什么吗 星河与他皆温柔在吗 星河与他皆温柔在吗 在 在 你看 人家想听歌 人家想听歌 但是你这个歌我不会 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不会 我不会 换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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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换一首吧 好不好 换一首 不会 换一首 小星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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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点歌吗 就我们是白天上票的还歌,咱们是白天上票的还歌啊 然后不接受现场点歌啊,不好意思啊 不过今天你想听什么,你点 今天你想听什么,你点 今天我老喜欢唱了 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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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听达尔文啊,小心不在是吧,小心不在是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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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唱那那我 好好好,这怎么了怎么了 帮我都给姐姐,好那姐姐想听什么想听什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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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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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我要听公主殿下 能不能换一首这个歌唱的不太好 我不唱的不太好 换一首吧,算换一首吧 换一首吧 我唱的不太好,这个 等一下 公主殿下 行行行,公主殿下 你还不回来 哎 能唱能唱 这个唱的不是很好 到底是听姐姐还是听公主殿下呀 改名版的啊 不不不不不能唱改名版的 不能唱改名版的 这到底是唱公主殿下 还是唱唱那个 姐姐 唱哪个唱哪个唱哪个 选一个选一个 选一个选一个 选一个 姐姐公主殿下 不不不我不我不解改名的 我不解改名的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不解改名的 唱不了 两两首都要 就公主公主殿下 够姐姐是吧 好行行行 我不会唱说唱 我先说好 我先先说好 我不会唱说唱 我不会唱说唱 姐姐 姐姐你喜欢听我教你姐姐 我害羞 不好意思叫姐姐 嘴跟不上 我尽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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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唱无聊这个 嗯 姐 全名 OK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姐姐 我害羞 不好意思叫姐姐 你竟然要求我把姐姐的蝴蝶姐 轻轻的姐姐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姐姐 爱头帅 塞交那种姐姐 你竟然要求我把姐姐的蝴蝶姐 轻轻的姐姐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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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要好好穿 不许乱投外套 嗯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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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醒了 要不要 一起醒就洗澡 这没有歌词 我很确定 我喜欢姐姐妹妹 你说吊我 所有的故意漏背 你有虎牙 还不赶紧下嘴 你搞得我的肩膀 偷瞄你的锁骨 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才能显得不紧张 稳得有点着急 没有张罪 不知手刮 手对往哪里放 你会为她拉链 我真的不会拉 没有歌词 脸上有奶油 那我 那我喂你吧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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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要好好穿 不许乱投外套 嗯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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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醒了 要不要 一起醒就洗澡 嗯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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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看你素颜 like当生的模样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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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 姐姐 我也不想害羞 可你叫我宝贝 宝贝宝贝 宝贝宝贝好会 这个英文啊 我不会 我的小情歌 经常哄你入睡 你捧着我的脸 但心跳得很厉害 做什么样的动作 才能显得不紧张 我们得有点张急 没有招法 受了血 等到 我带着想什么 你扑子笑了 笑我猴急 听着我说 看看腹肌 耳朵跟红得很彻底 明明嘴唇 假装很淡定 后背的拉链 我真的不会拉 后面又没有 没有 没有词啦 没有词啦 脸上有奶油 那我那我喂你吧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 姐姐 我害羞 我不会一直叫姐姐 你居然要求我 把姐姐的蝴蝶结 轻轻的姐姐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姐姐 很主动爱撒娇 那种姐姐 你居然要求我 把姐姐的蝴蝶结 轻轻的姐姐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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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要好好穿 不是乱脱外套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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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醒了 要不要 一起醒就心放 姐姐好 姐姐好 我姐姐好 喜欢看你素颜 蝴蝶 轻轻的姐姐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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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 姐姐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姐姐 我害羞 不好意思叫姐姐 你居然要求我 把姐姐的蝴蝶结 轻轻的姐姐 姐姐 你喜欢听我叫你姐姐 很主动爱撒娇 那种姐姐 你居然要求我 把姐姐的蝴蝶结 轻轻的姐姐 我激励了 我激励了 我唱这种歌 可能有点正经 谢谢谢谢姐姐的 这个闪耀星辰 谢谢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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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家的轻闺女在吗 财神家的轻闺女在 并变 并变我好像也不会 有点我发现 听什么 听什么 听西游玉兔心是吧 行行行 我就一起来吧 一起来吧 玉兔 财神家的轻闺女 好 我先唱你的新陈变 我先唱你的新陈变 先唱你的新陈变 咱们新唱新陈变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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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唱一首新陈变 感谢感谢 优优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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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李宗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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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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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李宗盛